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啊,我們台灣藝人田富貞又被小粉紅給出征了 原因是天津泡泡音樂節邀請了田富貞 一同參與,瞬間引發小粉紅破防 甚至還有人跑到公安局去舉報田富貞搞台獨 一旦踏入中國領土,我們就要將其逮捕 其實你自己已經台獨了 因為田富貞在中國的領土台灣是沒有被抓的,對嗎?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搞笑的留言 已經撥打02212345舉報 一打電話舉報,好的,我馬上打來舉報他 咦,沒用的,敢不敢當大家的面賭一把 你的臉呢?骨頭怎麼這麼軟? 咱們中國人能不能有點骨氣啊? 敢說你是中國人,反對台獨嗎? 故聯網是有記憶的,早就轉成Gaven了 台第一,你能不能別來? 田富貞的微博啊,偷偷刪掉了主辦方Gate的一家人 和登島一詞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田富貞的翻車之路吧 之前沛若X串訪TW的時候 然後沒去內地網友笑話他 講出來沛若X跟TW是什麼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為什麼沛若西會跟田富貞扯上關係? 原因是沛若西登錄的那幾天啊 田富貞吃了義大利麵,並且PO在網路上 而小粉紅就說,你看沛若西他有義大利人的血統 所以你在這一天吃義大利麵還PO上網 你啥意思啊?你想表示什麼?你想幹嘛? 所以你吃義大利麵PO文就是挑釁我們中國,你就是台獨 那我也把這個荒唐的過程啊,寫到我們腦羞的歌詞裡面 那當然還有小粉紅翻出十幾年前 田富貞參加了一個日本的節目中提到 自己的祖國是台灣,還寫得上去 所以啊,田富貞你就是個台獨 祖國是說我的祖國是嗎? That's right,台灣 而在昨天晚上啊,天津音樂泡泡節啊 宣布因為籌備的原因,田富貞不來了 那田富貞也發文表示,非常的可惜,諸如此類的 太暖心了啦 而我們偉大的花蓮藩王啊 是在舔共團到北京見的中共軍師王滬寧,對吧? 你們可以聽到的什麼全面脫貧啊 然後什麼中國新時代社會主義啊 習近平思想語錄諸如此類這種 心詞都是王滬寧想出來的 結果中共馬上宣布說要捐給花蓮災民組合屋 表示善意 我是覺得啦,你們要點臉好不好? 你們自己廣東災民有給組合屋嗎? 有16多萬人受影響,你組合屋給幾個? 昨天啊,廣州還出現了龍捲風 跟比手掌還大的冰雹 那龍捲風造成了5人的S33人受傷 那你們的房屋受損也到達了141棟 你組合屋給廣州了嗎? 你怎麼會很崩壞的? 萬萬小心,慢點慢點 大家趕緊回家 哇,不要這樣子 車子也被砸了 糊塗 糊塗 完了完了,這裡 糊塗 中共國在疫情期間做了誇張多的組合屋 俗稱方艙醫院 來關任何陽性或是密接者,甚至次密接者 對吧,你們在網路上都有看過影片嗎? 甚至你沒有陽性你也不是次密接者 公安就敲門進來你的房子說 你有沒有後台?你認識誰? 蛤?誰我不認識?好,抓走你陽了 這個影片大家應該記憶猶新吧? 中國感恩戴德 花蓮不能沒有中國啊 趕快讓陸克來吧 台獨中央政權都在卡我們 見不得我們花蓮好 還是咱們的王最好了 找了中祖國黃的幫忙 我們要用選票教訓民進黨 然後下次花蓮選舉又開出80%的藍營票倉 那如果台灣政府選擇B方案拒絕呢? 又會變成另外一個劇本 台獨政府為了意識心態 不顧花蓮災民的感受 拒絕兩岸同屬中國人的中共捐助我們 下次啊 我還要用選票教訓民進黨 而花蓮王啊 這次跟王滬寧談的什麼? 在出發前在機場強調兩岸都是中華民族 拜託你這句話在阿美族的豐年紀上面 對原住民說 你們都是炎黃子孫 你們都是中華民族皇帝遙順的後代 你們是中國共產黨定義的 中華民族裡面的高山族 在裡面的阿美族 所以你們的全名叫做 中華民族高山族阿美族 聽不聽得懂? 因為如果你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話 你就要遵守這樣的定義啊 我就不曾聽過 義大利北邊山區的人啊 瑞士東北邊山區的人啊 德國的人啊 奧地利爾的人啊 會互相說 我們都是德意志民族 我們都是日耳曼人 所以我們要偉大復興 有啦 以前有一個人說過啦 那個人叫做希特勒啦 所以你到底為什麼要一直強調這種民族主義啊 而王滬寧也對花蓮王提到 兩岸都是中國人 你們在立會期間率團來啊 誠意滿滿 我看了什麼 匈奴和親 還是對金稱誠 然後中共又馬上宣布 要漸進式開放中國旅客到馬祖 到外島 最後再開放到我們台灣 OK 我們現在把視角拉回國際層面來看 大家都知道 花蓮王率團稱臣的那一天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剛好結束了與聖上對話的中國之旅 那你們知道布林肯當聖上的面 把話說得非常重嗎 不僅針對中共 私底下支援俄羅斯問題 還有對台灣香港的危害 菲律賓南海的問題 美國這次對話也祭出了最後通牒 你們若是繼續裝傻白田私下幹張事 我就會打關稅戰 跟制裁你們部分中國銀行對外的交易 而這只是新的經濟戰的序群 但是聖上很明顯這次根本就沒有打算跟美國彈劾 只安排了上海局廳等級的這個官員 接待美國國務卿 中國外長沒有親自接待 甚至連上海市長也沒有親自接待 對吧 而聖上在等布林肯的時候 來回舵步很不耐煩 被媒體拍到也放上網 而我們通過這次的對話 可以明顯的知道 聖上認為沒有必要展開這次的對話 所以他很不耐煩的 很不想要跟美國談 對吧 你要幹就來幹 中共其實也是這樣的態度 反正我有14億的人況可以給我耗 以前中共官員也說啦 美國3億人 日本1億人 中國14億人 台灣2300萬人口 我們中國就算拼上13億去犧牲 我們還有1億 那布林肯說的原話 估計很多人都聽不懂 甚至不想聽 因為你也知道 政府人員講話就是有點 漏漏噹 對吧 沒關係 網路上有一位朋友 幫大家用白話文翻譯 以下是布林肯 嗆勝上白話文的視角 帶大家來看一下吧 這個電話你給我聽清楚了 不要說話 但凡敢插一句嘴 我就馬上幹你 聽懂了嗎 你還好意思問我 為啥不帶你玩呢 衝得經常想的時候 想進我的圈子 我讓你進了 進了之後 又不守圈子裡邊的規矩 你讓我怎麼弄 顺風車不是說不能讓你坐 你別又想搭車 還想想穿夜盤呢 我說了這麼多年了 讓你改改以前的臭毛病 對老婆孩子 對家人好點 你做到了嗎 讓你做人講點信用 說話算話 你做到了嗎 你不是覺得 你現在混得可以了是吧 不是一天天 在老婆孩子面前吹牛逼嗎 我告訴你 你也就在家裡吹著牛逼得了 你除了回到家裡 關上門 衝著老婆孩子當大爺 除了你家那個門 有誰真的看得起你嗎 除了一天天的 請這個吃飯 請那個吃飯 混的那些酒肉朋友 你還一天天不請客 別人都來個搭理你 你說你出門在外 有一個像模像樣的朋友嗎 你看你現在那副嘴臉 一邊還想著 靠近我們那個圈子 一邊還想著 跟你那些呼朋狗 有著搞事情 還唧唧歪歪的說 我們瞧不起你 說我們針對你 你不想想 為啥呀 我們那個圈子的人 哪一個不是顧家的男人呢 哪一個不是一心想著 多賺點錢 讓老婆孩子過上好日子呢 你們這幾個這樣的 跟別人不一樣 成天就想著在家當大爺 我們賺了錢 哪一個不是把錢 拿回家裡邊改善生活條件呢 誰也不像你 跟你那些呼朋狗友似的吧 軟飯硬吃 一個個的 連你們自己老婆孩子 都裡邊那撒瓜 兩枣都哄騙 而且你沒發現嗎 但凡我的哥們弟兄們 要干你們 我他媽光明正大的 拿錢去支持 但你們一個呢 但凡誰搞點什麼事 你們哪回不是 偷偷摸摸地 從老婆孩子那偷錢往外塞呀 話說就你們這樣的 連自個的朋友 都不敢光明正大的支持 還以為我們不知道嗎 合著你們自己也知道 自己這麼為人處事 不光彩是吧 跟我們玩沒別的要求 我們做人交朋友 就一個原則 就是對內對老婆孩子好點 對外做生意交朋友 對合作方 都要說話算數 講點信用 連這兩點都做不到 那不成人渣嗎 別說什麼 那是你的家事啊 就像你那樣的 媽眼裡邊只有自己 沒有老婆孩子的人呢 我是那麽壓根瞧不起你們 看不慣我就不搭理你 再找錢我就揍你 還在想賺我們的錢 那麽做夢去吧 我知道你回家以後啊 肯定還得叽叽歪歪地說 我們針對你欺負你 沒錯啦 我們就是那麽針對你怎麼了 今天這話早就想跟你明說了 只是一直給你留著臉呢 給臉不要呢 就這樣吧 不是要搞事嗎 不是跟人家老婆孩子說 我們欺負你嗎 然後你要反擊嗎 有本事就放馬過來 別光打嘴炮 你光打嘴炮我更瞧不起你 好 那這部短片夠精簡 惡藥夠白話吧 你看裡面從美國拉中共 加入到世貿組織 才帶起中國經濟那一段開始 一直講到現在 你說這個阿富汗哈馬斯 俄羅斯朝鮮都是你中國的好兄弟 那你卻不敢明面上的支持 卻私底下偷偷摸摸的給援助 不敢像我們歐美國家這樣 正大光明的支持自己的兄弟 夠爽 所以中共在布林肯回美國之後啊 主動宣布關於類似最惠國待遇的問題啊 只要你跟我沒有平起 平坐諸如此類的 那我就在關稅上制裁你 因為他知道這次談崩了 美國回去啊 會針對中國搞 我剛剛說的關稅戰啊 還有銀行的那些戰啊對吧 所以自己先學大清那樣 主動跟八國聯軍宣戰 那這樣我就有面子了 雖然我可能會輸 但起碼我一開始有面子 而我又可以跟大家宣傳 你看美帝國亡我之心不死 在學八國聯軍 在這邊還是要跟各位粉紅說一下 你們不用幻想 今年美國年底大選換了共和黨會不會更好 並不會 美國在外交上啊 很少應該是不曾有變卦過 尤其是對這個他們認為是威脅的國家 共和黨雖然有可能在選前啊 態度上 對中共是保持著開放的政策 但是選上之後啊 美國外交會歸隊的啊 基本不變的 你看之前川普打中國貿易戰各種經濟戰 當初不是一堆粉紅在讚揚拜登 因為拜登那個時候說 我們不要跟中國關係搞這麼差 結果拜登上來之後關係搞得更差 打得比川普更兇對吧 而我們可以看到 跟中國玩的國家經濟有起來嗎 那我們再反觀一下 自古來跟美國玩經濟的國家有哪些起來了 包含韓國 日本 菲律賓 菲律賓當然中間有中斷一下因為他們自己國內的政策 但是菲律賓剛起來 也是因為美國的幫忙 還有台灣 台灣自十大建設前後啊 那個黃金年代都是美國援助給資金幫忙的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還有人認為美國在哈爾門 美國沒有幫助過 世界的這種 國家拉升起來 為什麼還要靠這個中國 我就是不了解 我就不曾看過新加坡人說我們都是中華民族 兩岸三地一家人說一樣應該要統一 就不曾聽過啦 所以基於以上國際宏觀的角度啊 國民黨還想繼續跟被歐美制裁的 中共國有更深度的經貿往來 你知道 新加坡已經取代香港成為亞洲的金融中心了 為什麼 因為反送中之後 歐美已經不信任了香港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中共把香港當成白手套 所以現在把香港的中心都移往新加坡 新加坡吃了這個 反送中的紅利起來了 所以你還是要靠歐美嘛 你現在不靠歐美 你知道 前幾天中國那個廣交會啊 你們找了一些外國人的靈眼 過去擺拍 你看我們這個外交會 外貿會都是有這個 外商的 結果被一堆網友發現 那根本就是外國演員嘛 因為他們去那邊都沒有 那恰恰聲音都只是在那邊拍拍拍影片 不是說不能跟中國有經濟往來 這個往來的程度你要去拿捏 因為你現在面對的是一個敵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國國民黨跟中華民國的敵國嗎 是啊 而你這個經貿往來又是因為政治利益換取的 就跟匈奴和親是一樣的 所以你確定你要再走回頭路嗎 到時候把你養的肥肥 跟匈奴和親是一樣的 而現在的中共可是比匈奴更胸殘十倍以上 甚至百倍 到時候把台灣人養的肥肥的台灣民眾 又會被這種 大量低端的觀光經濟給養壞 然後又看一堆這個 中國假大空的影片 對吧 不會去獨立思考 那你在政治上對中共的點線 只會 一退再退 你若不退 我就斷掉你所有的經貿 最好中共是希望你台灣經貿 跟我九十幾%的綁定 因為這個時候啊 我斷掉就是斷掉你九十幾% 那請問 你要怎麼轉型 光馬英九那幾年 我們轉型到現在花了多少力氣都好累了 如果你更深入的綁定 那我們不是花的力氣會比現在更大 甚至無力回天 那最後台灣人被養壞的時候來一句 你要不要和平統一 你要不要當特別行政區 你看啊 你當了這些我們通通不會有關稅的問題 還有諸如此類的 那我們會有更多的人來 然後你不來我就全部斷掉 窮死你 這個時候你認為已經被養壞了台灣人 在金錢的利益上面 他們會不會選擇統一 會啊 這就是溫水煮清化那你不要問為什麼馬英九十代還沒有被同意 因為有我們 好嗎 同意之後就慢慢走上這個香港跟新疆的模式 我們一開始會向香港 但是五年後十年後我們會走上 新疆模式 因為畢竟 我們有過香港人不曾有過的民主 所以不要為了那一點快錢被養壞 中共拿那些快錢也是中國底層人民薅萊的錢 宋國經濟厲害吧 牛逼吧 比契丹 金國 蒙古周邊 西夏還有那些 國家來的猛吧 比吐蕭也來的猛吧 比印度來的猛吧 甚至比同時期的歐洲國家也厲害吧 那為什麼經濟如此強大的宋國一直被棄丹 金國蒙古打敗呢 好好做事情就好了啦 岳飛挑釁什麼勒 插掉 所以我不知道這些國民黨立委在跟這個中共軍事談什麼 然後在阻止台灣的國會針對中共反反的議題去修法 前幾天中共國台辦的口徑竟然跟藍營一樣啊 嗆民進黨 你應該要放寬 反滲透法 因為中共批判反滲透法是惡法 這句話不就跟金國大使告訴這個 大宋皇帝 你也可以叫做大宋當局領導人 你要好好保護 宋特別行政區的宰相 你不能隨意罷免你身邊這個宰相喔 你也不能隨便殺掉他喔 不覺得很奇怪嗎 敵人要保護 我的 層子 所以究竟是做對的事情才會讓敵人氣得牙癢癢 還是做你國內錯的事情才會讓敵人氣得牙癢癢 我相信有腦的人都可以判斷的出來 沒有關係啦 反正大家總是說要用選票教訓台派政黨 最後 教訓的總是自己 相信我 兩年之後花蓮選舉 藍營票倉 80%以上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的小小小姐 拜